医疗选的新急诊室条款 最快明年农历年后就会上路了 保险公司将以实际医疗花费 来作为急诊室理赔的依据 而不是被保险人在急诊室 待了好几个小时 这样是杜绝了 苦称急诊室A保险金的乱象了 好 现在已经由受险工会提出了新版本 未来急诊室理赔采时之时赋 那么最快是明年农历年后的 新保单就会适用 而旧保单则仍然照表操课 不会受到影响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